在母亲节前夕传出了新被染疫的孕妇胎儿双亡 指挥中心初步判定死因除了武汉肺炎 还有急性的肺动脉栓灾 怀孕的女性罹患的几率高 医师更示警 孕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该不该完整地接种疫苗 也让许多孕妇陷入两难 不过医师呼吁尽快打完三级疫苗 毕竟中重症的风险高 面对医学会 希望设计孕妇分楼指引 放宽染疫孕妇的用药标准 指挥中心也预计在5月10号开会讨论 肤产科人长美美 孕妇在母亲节这天 依旧一大早起床产检 因为新被染疫孕妇母子双亡 消息一出 也让不少怀孕的妈妈相当担忧自身健康 算一算 截至5月6号已经高达131位孕妇确诊 该不该完整接种疫苗 也让许多人陷入两难 但医师呼吁最好打好打满 让抗体透过胎盘传送给胎儿 提供被动式保护之外 还能自保 毕竟染疫后 中重症比一般人高出1.5到2倍之多 如果出现呼吸急促 发烧 胎动减少 腹痛四症状 应该尽快就医 呼吸急促表示肺部功能有受到影响了 发烧还有胎动减少 这些都是一种异常的现象 而这次新北染疫孕妇研判死因 除了武汉肺炎 还有急性肺动脉栓塞 怀孕女性离缓几率是在非怀孕期间的8到10倍 衣食更是紧 孕妇容易出现血栓 绝对不能轻忽 怀孕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各种循环的机能 还有血液循环不好 也容易造成血管酸塞 静默酸塞 肺酸塞 还有心肺功能会比较不好 我们这周会安排相关的会议 我们也会再邀请儿科医学会也来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儿童还有孕妇的收治分流 事实上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面对染疫高风险群的孕妇 如今也严拟新临床指引 包括确诊孕妇可能转中重症 是否提前剖腹生产 都是考量 期盼不让惨剧再度发生 借王嘉庆留学生SNG小组参谋到